大家好 欢迎来到 麦尔弗菲出品大麦健身兽女 大麦哥又来了 今天是2019年1029 看看全球 今天健美健身圈 出什么大事的吧 咱们首先看一下 七家奥赛冠军 费尔西斯 哎呦 这胳膊可以啊 这是要参赛的节奏啊 这胸肌 这毕竟是冠军啊 这三脚肌太圆了 这三脚肌 这胳膊 这二头比头大 这三脚肌也比头大呀 我的奶奶 我的奶奶 这头 这发型不错呀 再已经过了 费尔西斯的媳妇身体 已经差不多恢复了 这现在又和洛克在一块的 这你说好事连连呀 这39岁费尔西斯 看来是要参加比赛呀 这还能再干五六年呢 你说说 他要发 他要发呀 好 接下来咱们再回顾一下 费尔西斯非常经典的巅峰之兆 作为七届奥赛冠军 费尔西斯的肌肉 在众多冠军里 是那样的饱满 你看这三脚肌 简直太完美了 二头肌 三头肌 背肌 哎呀 我的奶奶 还有臀大肌 你看看 这不会为大蝎子呀 这个姿势 再加上这个大白牙 这种张牙舞爪 这种样子 哎呀 简直太帅了 你2020年不来个冠军 我跟你说 我就不幸活 这看完费尔西斯的巅峰之兆 再回来看 肖安雷登的最新状态 那差距 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这练健美就是这样啊 你参赛前 你得猛练 你得狠练 你平时你还得坚持 平时不坚持 就就卸下来 就软下来 就瘦下来 唯独就小下来了 幸好咱们的肖安雷登 在低谷的时候 返回健身房 继续训练 保持住了自己的肌肉形态 但是和他巅峰时候的 肌肉状态相比 这可以说是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上 看过之后 你本宫那 那眼眶又湿了 但是你肖安雷登哥 就像你大麦哥一样 他没有放弃 我们期待的 在2020年肖安雷登 给我们带来几个冠军 好吗 好 咱们为他鼓掌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比阿诺德还早的 健美穿机 欧利沃 他儿子最新的 背赛状况 这和他爸 长得是真像 你看看 这头顶 然后那个眉毛 眼睛 太像了 这可以说 欧利沃二世 要备战明年的 阿诺德赛了 有可能美国 有可能澳洲 有可能两边都比 咱们祝这小伙儿 祝他取得好成绩吧 好 接下来咱们说个事儿 咱们还记得这位选手吗 就是脑袋挺大 就是这位大脑袋 就是在一次比赛当中 他他取得了职业卡 然后呢 旁边很悲催的 韩国完美摔跤链站旁边 他就是那个人 就是大脑袋 他自己以他名字命名的 这个经典赛要开始了 这小伙儿好像是 肌肉形态不咋样 拿卡拿挺早 然后呢 做得还挺大 这是啥任务啊 就看大脑的这海报上 左边那个NPC 咱们看见了吧 NPC Worldwide 现在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很多比赛慢慢的 就开始转向 NPC Worldwide的这个标志了 这本月在英国的一场比赛啊 人家主办方 就是内森·达莎 他老家 然后呢 主办方还说啊 这个大家要promote 这个比赛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啊 把这个IRBB Pro League拿掉 换成NPC Worldwide 就写着呢 If you have IRBB in your social media tag Please replace this with NPC Worldwide 这是不是有一种可能 就是NPC Worldwide 未来将会取代 IRBB Pro League呀 这咱们知道啊 在IRBB这个 2017年分家了 分成一个IRBB 国际健美联合会 就是拉斐尔系的 还剩了一个IRBB 职业联盟 这很多观众 不太了解这行呢 觉得这IRBB还分俩 所以说它造成了 很大的一些困惑 可能也是为了 避免混淆吧 未来可能 咱们的很多比赛 都会打着NPC Worldwide 这个标志啊 咱们知道一下就行了 接下来咱们说一下财势啊 在10月2号 有一场非常重要的财势 叫做总机武士 哎呦 这海报做得跟电视剧似的 你搜搜ROL 哎呀 你当卖书又有口音来了 咱们看一下名单 这名单古典剑体 我发现两个总要人物啊 这首先关注的就是来自伊朗裔的 阿拉什 哎呦 阿拉什在床边摆了一张posting照啊 哎呦 这可以啊 这是奔着冠军去的呀 这小伙在古典奥赛成绩挺稳的啊 不是第四就是第八 反正能进前十 这奥赛之后马上参赛 那就是为了进入2020年的奥赛啊 咱们看一下它机油状态 我觉得还行吧 是不是啊 咱挺喜欢安事了 人挺随和的 长得挺精神的对不对啊 说起话来软绵绵的 特别的好啊 这种感觉 他给你感觉不刚啊 他是弹簧啊 我不喜欢那种刚的啊 说话 哎你怎么着 吓死我了丹麦哥 哎呦 这位大将丹尼又难也参赛啊 丹尼又难和有Rush 其实俩人的成绩都差不多啊 互相上线 今年奥赛 这丹尼第七 Rush第八 如果丹尼在这场比赛没取得冠军 那还把他得参加十月九号的可能一场比赛 就是这个赛事啊 就去年这个赛事丹尼又难取得冠军 所以我判断十月二号这场比赛的丹尼又难不会取得冠军 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窄喷破啊 窄喷破离咱们越来越近了啊 今天咱们来看看各位职业选手都准备咋样了啊 去年窄喷破你看看都谁去了 弗莱克斯惠勒 肖恩雷 你说说今年哎呀就发生了这事 你说说传统见面名单里 我发现那谁没了 这个瑞根乐了 为啥呀 卷胡安他消失了 本来在上一版的名单里 本来参加Monsters & Pro 这个美国的胡安要参加 这没他之后 瑞根他就乐了 但是瑞根还面临这陆尘辉 这个袁国盛和范云龙的挑战呀 这陆尘辉从去年的这个状态来看啊 维度再增加一点 上台的状态好 细节别糊 这也很有可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啊 又让我想起了当年在窄喷破的时候 这仨又相遇了啊 这美传奇 上海秀匡和咱们的这个陆尘辉 真的你说 这只心里暖暖的 你明白我意思吧 但是目前的袁国盛的肌肉状态呢 还属于保密状态 咱们再回顾一下 袁国盛在韩国Monsters & Pro之前 两天两三天之前的一个 盖斯 posting吧 哇你说说 这幸好袁国盛没有去韩国Monsters & Pro 那去了之后 那那这你说说 这就直接进奥赛都有可能了 这个状态比当年他拿卡的时候状态强很多呀 哎呦我的天呐 你看这腿 哎呦维度太大了 你看这斜方机 哎呦我太爱他了 他缓缓走下了舞台 而接着是今天在蒙古拿卡的范鱼龙 这小伙不仅练得很 肌肉形态好 而且长得挺精神的 长得像一个著名的硬派动作演员吧 咱们再回顾一下范鱼龙在2019年北京奥赛时候的精彩台上展示吧 他缓缓走上了舞台 哎呦 整体肌肉素质 身材比例都不错啊 但是稍微有一些些水 整个展示动作可以说是一气合成 有张有合 台上的presentation非常好 加上他帅气的脸庞和精彩的发型 可以说这是一场视觉盛宴呐 而在之后的蒙古职业赛 范鱼龙顺利取得职业卡 当时的状态要比北京奥赛还要好啊 这蓝白相间的职业卡配上他那大拳头 仿佛在说我赢了 我们再次期待范鱼龙在日本的精彩表现 本次参加日本职业赛呢 还有一位来自韩国的健美选手 这从他的外形和长相来说呢 可以判断这是一员老将 但是再老可能还没你大麦哥大 说在咱们这档节目里呢 这只有健美传奇 健美大将 健美新秀 健美选手 没有师傅 明白我意思吗 没有大哥 立足亚洲放眼世界 主要关注咱们运动员的肌肉形态 展示 赛事 成绩等等 还要就是传播和推广咱们运动员 给咱们带来激励和正能量 对吧 这就够了 至于说运动员本身是啥人啊 啥样啊 干过啥事 咱们不关心啊 咱们不关心 当然呢 比如个人成长的激励的故事 咱们可以说一说 所以说你大麦哥就是一个特点啊 人特别好 就是口吐老脸 老口吐莲花 你明白我意思吧 看人只看到人的优点 而忽略别人的缺点 这样你才能成长 才能有更多的朋友 你明白我意思吗 这在你大麦哥眼里 所有的运动员都是白纸一张 这所有练健美的运动员 都是不容易 说实话 你大麦哥健美运动员 什么健身网红 这基本上可以说99%的运动员 每天都在散布着正能量 激励和训练 你说是跑题了 这韩国小伙俩俩这真棒 这健体窄盆破 因为是主场 要派出三元职业大将 上回说 这个小伙儿是今年打卡的 不是去年 是今年 五月份 这小伙儿可能还欠点火候 这位选手呢 是今年在北京奥赛拿卡的 这一位日本选手 这你大麦哥看欧美选手 看多了一看这个size就比较小了 形态肌肉形态不错 个儿头那也不高 那祝他加油吧 这重在参与吧 对吧 这是最重要的 露了脸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菲律宾选手 哎呦 这肌肉形态挺猛挺厉害呀 看着有点不赏心悦目啊 这小伙儿照相老是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 什么卫生间一角 和他师傅比可能还差这几万公里吧 这小伙儿照相比较小伙子 来罗马尼亚普 咱们这个越来越近了 有很多大家要参加 咱们首先看一下安德烈最新的展示了一下背部的肌肉 这安德烈要在罗马尼亚普第一次职业赛 要取得好成绩的 准备奔着冠军去的 我觉得很有吸压 哎呀 这细节明显 这安德烈这个报名表上的名字 跟他的这个社交媒体的名字是不一样 社交媒体是安德烈丢 他在报名表上写的是安德烈 L打头一个名字 是formal name 对吧 一名听过来 罗马尼亚普女子项目 来自中国的女子健美运动员林雪 他最新状态 咱们看看准备怎么样了 已经抵达法国了 这一行人马 这还有五天的时间 看这个状态 咱们这个林雪 主要这次的目标是保三争冠 女子健美项目将会有美好的未来 2020年女子健美项目将会成为一颗新星 俗话说的好 人类失去女子健美 世界将会怎样 好 咱们祝小林在这次罗马尼亚职业破取得好成绩 很多运动员都有异名 比如像那个威廉伯纳克 他叫征服者 对吧 这个迪克森 他的异名刀锋 实际上异名也叫nikname 或者叫aka something you know 你比如像你大麦哥 你就可以叫大麦哥 aka大麦活 哎呀我的异名多了去了 比如像aka书 aka师傅 这样咱们把手机放下 鼠标停下啊 跟我齐声喊 老师好 好咱们可以坐下了啊 开始继续 哎那位同学你抠什么呢 你说说 我的思想飞到了九霄云外 又跑题了 说起霄我就想起了李红霄 921 这921说宅喷破不去了啊 准备马来西亚的这个职业赛 这个 这刚才看到的不是库存照吧 哎呦我的奶奶 这块比赛了 咋还这么 脸盘这么圆乎乎的呢 看来这是最新状态 你说说 现在这欧美选手 见题也越来越大了 所以说维度可能不是问题了 是不是啊 记不记得前两期节目 介绍了一个说 健身救了他的命 这个取得了 美国当地职业赛 那个亚军那个 那小伙块多大呀 你为啥欧美人 人总你 你块大 你就给他亚军 见题啊 你亚洲人总 你说块大 你就 你就不给名字啊 我跟你说啊 我都越说我 这气儿越大了 我跟你说 这就对了 健美就得喊 健身就得喊 对不对 这平时咱们观众 没事的时候 心情不好的时候 对着一个脚 那就大喊三遍 大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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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你喊完之后 你腿特别有劲 你跑得很快 你知道吗 停 回来 还记得你大卖哥 做的这个激励视频吧 俄罗斯 beauty and beast 一位男士 一位女士 这女先生不是要参加罗马尼亚职业赛吗 女子健体项目 这你别说 在黑龙江大学 一位读博士的留学生 这块也很大 这小伙块也不小 堪称俄罗斯巨兽 这小伙远看戴上帽子 这脸型有点像魏斯里 这小伙挺好 挺爽 这二头可以 这还不参赛等啥呢 这小伙练成这样 这参赛 那绝对有戏 比如参加一个NPC的 这个heavyweight 这传统健美 那应该也可以得冠军呀 全场冠军应该有戏呀 然后再拿个职业卡 我的天呐 它要成大破了 这边上学边练健美 这太不容易了 鼓励 吃的特别简单 然后都是需要通过唱 吃 水煮的鸡胸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